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日 南爺,又來做嘉賓,我們談談事事 還有兩個月,2023年覺得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想跟南爺說一下,因為南爺特意關注一下 在利泰縣韓國人踩人有154位年輕人去世 其中有四名是中國人,很可惜 這件事令南爺回憶到1993年我們香港蘭桂坊 元旦時也有21人踩人死亡 南爺當時的回憶是我們香港政府處理成怎樣 以及當時你在哪裏 我當時實情是在日本 但是剛剛那個時間 回來香港述職 港督不是特首,是港督 彭定康 所有世界的人都要回來 所以那段時間,我當時感受到 第一聽到,在蘭桂坊有時候 初時就不是要我那麼厲害 但是後來知道了之後 是覺得原來 樂極是會生疲的 而且 大家真的覺得 處理這件事 是要 第一 發生的時間 怎樣很快 去應對 當時的做法 夠不夠快 我記得當時的警察 在電視聽到 都是相當快的 一個速度 去處理 但是仍然 沒有辦法避免到 會有人死 踩死人 這個是 樂極生悲的時間 所以 看當時來講 香港是 第一次發生 這些 是 總共有21名人士 就去世 其實這段時間 很多天災人禍 剛剛印度 又嵐橋 又死了幾十人 你看到 韓國利太元 其實他 很冤枉 因為疫情 剛剛 才過去 第一次去慶祝 其實他那裏 都沒有什麼焦點 他那裏是地標 等於 人們在台北 去101慶祝 在日本 東京 就會去蝕谷 在 在韓國 就會去 利太元 在香港 就會去 蘭桂坊 因為是哈朗溫 哈朗溫 所以 在這個 韓國的文化裏 其實他們 好像日本 如果一些上司 收工 叫你去 那裏 你就會去 就變成 送命 所以 在現在 我們怎樣可以避免 我在早兩天都看到哈朗溫的香港 香港安排得很好 香港因為 當時 93年 受了那次的教訓 我覺得 警察那方面 他們是處理 知道了 你說梳乎又好 當時 沒試過 但是 受了慘痛的經驗 他們做得很快 所以以後 在這方面 哈朗溫 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一直 維持 到今天 你都覺得 那些警察 人潮管理那方面 有時可以使得那些 年輕朋友不開心 都不肯 喂 又要阻礙我 不讓我去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他要截住你 不讓你這麼多人 單向的人流管制 對呀 人流管制 很重要 南爺上來當然要說一些 真實的 你看到 在南韓這個事件發生 他當時有一班美軍穿著制服 來幫忙維持秩序 如果我們出解放軍 黑暴都不夠膽 為什麼韓國會有美軍去幫忙 這真的不太明白 我就覺得 他或者當時是 所謂 志願者 志願軍 volunteer 這樣也行 我不知道 我們香港有解放軍出來也不行 就是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在韓國 和他的駐軍是在放假 還是什麼 穿著制服的 是嗎 是呀 整隊兵幾個人一起過來維持秩序 真的很奇怪 是呀 大哥美國不是統治韓國的話 應該不是 但是 在軍事上 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聯繫 這些東西 我不得而知 這個都值得 不過李泰元這個地方 本身都是美軍 將他推向這個潮流的佔端 就好像我們以前 灣仔落黑道 那些水兵 一上岸就弄得旺 是吧 他都有這個歷史包袱 我們這一宗就不開心了 其實我們 記得 在2012年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宗就是在我們十一煙花會議的時候 有一艘船沉了 又是樂極新悲的 三十年前 即是凡春有這些 很開心的事情的時間 對某方面的事情 可能 有些人 會索佛的那麼多 或者 不為 但是 給我們的教訓 永遠安全 是很重要的 所以 所以國家安全 現在我們經常說國家安全 包含這些 包含這些 都是暗爛的 你各方面的安全 那幾天好像都在現場做助教的 你也是 我又去 第一去聽一下 我自己也很想學習一下 同樣也鼓勵一下各方面的事情 這個都是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的處理 這些是很大災難 很大災難 你處理得不好 就變了 可以說 給那些 自己國民 也好國際監獄 都 你想想 牽起很大的 他這次死的人 當然 本地韓國人 多一些 但是 你也說 中國人 也有 外國人 外國人 也有 日本 也有個女生 我看電視看到 那些 好像明星級的人 韓國也死了個明星級 他們通常是窒息的 為什麼呢 那些女生 被人壓到大字形 趴在那裏 然後你一摺下去 那個心肺就無法呼吸 所以如果遇到這些事 我以前學過急救的 那你就要 鑽公蝦米 最重要 鑽公蝦米 看電視 是呀 是呀 但是現在 唯有是 有個警惕 有警惕 因為當時 那麼開心 哪有時候記得 是嗎 這個呢 有些人就批評 韓國政府做得不好 沒有危機意識 是 幾十萬人 那些人 沒有警察 那些人還事後 在那裏跳舞 很多人批評 就是說 韓國警方做得不好 那麼政府做得不好 你知是 南爺是 民政事務局局局長 前局長 那麼我們香港 在假針子這件事上 都是處理不當的 因為 給了發援人家 給了子彈人家 來打自己 用石頭 打自己的腳 就是 郭卓堅 這個是慣犯的 長洲複合王 配合來 這個 是高老文的 法官 搞到 政府顏面 何全 南爺以為 以前作為行政機關的負責人 這樣被司法兜巴打下來 政府沒有了面 其實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這樣 你這件事既然發生了 法律 面前 判了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尊重法律 不論 他的程序 這個司法王會不會 經常都 去申請 拿公家錢 來做 這樣的事 政府改了例 他都再上訴 我認為 這個當然 他們 那些處理的官員 應該對這方面 自己 都要小心處理 但是問題 我覺得 發生了的事 當然 市民的健康 是第一 如果是有 哪一處做得不夠好 改例 要去 將它 優化 法律 一定要 保障 最重要的保障 就是我們香港 市民 那個 健康 是 受到 足夠的保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又牽涉到國家安全法 因為我記得上課的時候 南爺也知道 如果你說的疫情在香港蔓延 如果有假針止出現 其實 衛生署 現在正在行普通法 或者基本法 香港 如果 大陸來計 就有個憲法 憲法有個國家安全 其實 盧寵貿衛生署 這層面 就是我們認識了國家安全法 才知道 是 所以在這件事上 政府沒有面子 你覺得如何挽回面子 如果你覺得 我相信 他可能 我在電視都聽到新聞說 羅寵貿醫生 局長都說會和律政司 那方面 大家 合相 改法律 從哪裏有漏洞 也好 哪裏做得不夠透徹 也好 去將他 第一時間 要將他 修正 不是司法獨大 行政其實也很大權 行政 法律是 為保護 社會 但是 處理那方面 行政者 就要看看 我們那些 市民 有沒有 這些法律 做得夠不夠呢 如果不夠的 恰當地 要去 修改 法律是為人民服務 我們不是因為要保護 司法 司法 是尊重的 但是 有些地方做得不夠 或者 有 覺得是 需要更加貼切的 就照做 加上現在 愛國者治港 對 梁振英也說了 政府公務員 說政治中立 這句話都畫了 是嗎 沒有政治中立的 大哥 你一定要愛國 愛國者治港 我們說完這麽嚴肅的 就是 說一些開心的事 這些都是不開心的 現在是11月 還有兩個月 已經是完結 這個2022年了 我們有個希望 明年可以通內關和外關 是呀 現在為了迎接通外關 南爺 兩天出門 是呀 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 有多了 不能離開香港 我跟很多朋友說 他們很想大家 不是說什麼 因為我們習慣了香港人 我們目觀世界 雖然愛國愛港 但是我們周圍去 回大陸又去 去外國又去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國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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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南爺 我有幸了 我四日 會跟南爺一起 在香港 去大阪 去安排 去遊玩 南爺 我要提一提 因為南爺 在 九七 前後 香港 最高級的官員 外派去日本 有時候去東京大阪 當時我記得南爺 很多日本的首相 當時一年半幾轉 你跟他們很熟 差不多 每個人都 去你家吃飯 你也去他家吃飯 有幾位 有幾位 來我家吃飯 很厲害 當時我都覺得香港很有面子 當時 初初是挺困難的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做一下 越做越有 得到別人的認同 所以 不單止 那些 部長級 後來有幾位 首相級 都來過我 當時我認為是官底 我要求政府 一定要 給我們 你是最高級的外派官員 當然是給你一個官底 我們是代表香港 香港的面子很重要 所以 我在日本的時間 有一件事 我不敢說我的功能 完全和我無關 可能是因為天時地利任何 人家問 全世界 日本銀行 哪裏最多 當然第一就是日本 日本銀行 第二 誰都說 日本銀行 當然是美國 紐約 原來是日本銀行 原來是日本銀行 在香港 當時 我覺得 我不敢認領工 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但是 臭考到這樣 好不好 很開心 厲害 因為香港是國際城市 我們需要 國際間 不論你是 哪一方面 在香港 能夠和我們一起 將金融 搞好 南爺的人物很厲害 如果這次我們在大阪 翻中看到前首相 這次 那麼久我離開了 靠華哥 當然不是 香港最高級外派官員 你記得當時的官底會行錯路 晚上一大到 不是 不是 我們當時都是租的 剛剛 剛好得這麼巧 幸好 你那些 日文很厲害 不是 日文我不行 這些 這樣的年紀去學 大家都知道 很難 你直接跟別人吃飯 一整晚 我們也有 有些人要 溝通一下 有些 有些 懂英文 這次我們舊地從游 舊地從游 好 很開心 我很開心 我們拍一些飲食節目給觀眾看 好 看到別人會開心 開心 大家 開心 應該 香港 也有好的一面 外面 哪裡好的 我們就引到他們進來 對不對 我們好的東西 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 就是 我有個請求 南爺 不要這麼說 如果你去到日本 看到那些高官 扯日本人過來香港消費 一定要 他們以前 不過 日子這麼低 可能有 他這段時間 可能辛苦 我們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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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五三 很可憐,當時日圓高的時間是一對一的,很難洗,而且當時生活指數很高 當時是很貴的,但這一輪是最近的日圓更低,對美金來說,但這一輪是很划算,二十多年新低 所以下一集我們會在大阪製作一輯,講壹講食,不要講政治,講壹講食,民以食為天 下一集我們會在日本,多謝大家支持,拜拜